今晚深夜開戰的這場英超大戰 阿仙奴主場對車路士的關鍵所在 就是前四的爭奪 如果阿仙奴輸了給車路士 我想阿仙奴都可以開始專注歐霸的比賽 而就算打和其實都好問水 所以阿仙奴其實今天 定必須要想辦法去贏了車路士 究竟有什麼情況可以令阿仙奴贏球呢? 答案一共有兩個情況 第一就是車路士好像聯賽杯對熱刺 一開球就擺出全場壓迫姿勢 還要後防線深度不足 還要車路士前場球員在防守的時候站過半場 但是又沒有飆下去阿仙奴的後防球員那裡 令到阿仙奴的後防球員可以輕鬆後場 猜拆球梅斯達菲 還可以輕鬆向前斬高波 越過車路士深度不足的後防線 讓阿仙奴前面兩隻快馬插進去跑進去入禁區半單都搞定 這就是第一種阿仙奴贏球的手法 無論阿仙奴用四個後衛還是三中堅 都不影響這種贏球方法的成功率 而阿仙奴第二種贏球方法 就是大家都作出全場壓迫之勢打 高速來回球 而由於阿仙奴球員在主場會更加激情 會激發在他們重金屬的壓迫 再加上 今季車路士的體能令人擔憂 所以大家互相全場壓迫打來回高速球的話 阿仙奴就會處於上方有希望可以贏到球 而阿仙奴只要記住 多點在快攻當中用中路進去 不要經常靠左右兩個後衛側擊 來做進攻快攻起點的話就OK的了 無論阿仙奴用四個後衛還是三中堅 都不會影響這種贏球方法的成功率 以上兩種方法 就是可以令到阿仙奴坐和望贏的了 不過都會有兩種比賽品種 是會令到阿仙奴贏不了的 那我也要跟大家講講 第一種就是阿仙奴主動收縮防守區域 雖然會發生這件事 這個情況的機會是很美 不過都要講的 若過阿仙奴主動收縮防守區域 車路士即使老鼠拉龜也好 車路士都會浪費時間去 搞個零比零出來就麻煩了 那麼貴 車路士雖然破不了密集 不過控球都算穩定的 真的不會給到很多反擊機會給阿仙奴 所以這樣打九成九打和零比零 那阿仙奴絕對沒有好處 所以理論上阿仙奴不會那麼蠢 不會主動收縮防守區域 會主動收縮防守區域那隊叫做車路士 這一種就是第二種令到阿仙奴贏不了球的情況 就是若過車路士好像對著曼城那場球 同樣全場收縮防守區域死守的話 那就很大機會令到阿仙奴進不了球的了 雖然說回上半季在史丹福橋雙方的對碰章當中 車路士收縮防守區域的時候都頂不住阿仙奴 但是今次回到次回合油長球場那裡 情況就不同了 懂得面對著密集的阿仙奴球員 阿仙奴球員是受傷無法上陣的 今次在這個對陣當中是沒有阿仙奴球員 上次史丹福橋裡面面對密集的時候 阿仙奴球員的作用就很大 沒有了他當然很大影響 再加上經歷過曼城的作戰之後 車路士收縮防守區域死守的能力就進步了 今次相信情況會不同的了 車路士是會頂得上 跟著阿仙奴當然就會越打越心急 有時會撞板 亦都會越壓越上 後防線經常都會過了半場 這樣就有機會被車路士打一個半個反擊 夏薩特一次機會搞定他們 所以這一種車路士死守的比賽品種裡面 是會令車路士助和望贏 而且如果阿仙奴是用3-4-3去面對密集 一定必更加是老鼠拉桂 他更加會有前無後 因為他們若有三中堅的話 面對著密集越壓越上越來越心急 其中兩邊的中後位中堅 很可能會拉邊壓上去 這樣就更加容易被人打一個快攻反擊 所以3-4-3面對車路士的話 這個阿仙奴落大機會就更加大了 那究竟 上述提及過的這四個情況當中 哪個情況出現的機會最大呢 由於車路士在積分榜上 依然領先阿仙奴六分 所以車路士都會知道的 絕對不需要心急 他們認為打和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只能夠保存著 積分榜的距離就有好處了 所以我傾向相信 車路士會選擇主動去收縮防守區域 主動保守 並不會全場壓迫 應該是會死守到尾 唯一擔心的就是車路士臨場發揮 上高出現的問題 例如就好像上次對著熱刺那場聯賽杯 前場球員不小心站過半場 但是又不壓迫 後防球員心度又不足 比對手大腳勾上去越過後防線 那這一道沙里當然 是要警醒一下 提醒一下球員 不過怎麼都好 這場賽事大家其實都是只會有一至兩次的機會去入球 理論上我認為入球就不會很多 那如何講英超直播節目當中 何輝大哥就認為有機會2比2的原因 我相信就是 何輝大哥認為雙方面的後防線都不穩賺 所以大家都會輸死球各球 好似上半季 車路士對曼聯那場球 死球入球 界外球入球 其實我都認同會有這些可能性 不過死球各球 就是要講乎針對 聖部署和臨場執生 應變和臨場的一些機會 執鴨仔球 一些不小心 或者一些 突然期來的機會 所以這些我猜不到 所以我就沒有把這些因素放進去 那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我傾向相信 這個車路士會保守 所以阿仙奴贏球的機會其實就比較低 但是即使這樣也好 即使車路士死守也好 其實阿仙奴 都是會有奇招 是可以提升 贏球的 機會 那個奇招 就是一開球的時候 不要用3-4-3 用4-3-3 一發現車路士上半場 一收縮防守區域的話 阿仙奴的 艾曼尼這個教練 就在下半場一開頭 下半場一開頭 就拿走一個防守中場 換奧斯爾進來 轉打4-2-3-1 燒鵝比左邊 歐巴美爺右邊 歐斯爾 就做主角進攻中場 以及前鋒的 這個 那卡射迪 這樣 就是零形的主攻結構 會大大提升 破密閘的能力提升 贏球機會 更加 就不需要擔心 歐斯爾去到下半場 出來 是會打他 不適合打的 來回高速球 因為車路士經已經歷了 上半場45分鐘的 收縮防守區域 經已浪費了不少的體能 而這個 去到下半場的話 車路士就會不夠體能 壓迫出去 那奧斯爾就絕對可以 在下半場 舒舒服服面對密閘 做主角 這一招式 叫做奇招 因為 教練愛美麗必須要 故意先將 奧斯爾 先放到後備席 再看看車路士怎樣 若果真是收縮 才可以立刻啟動 45分鐘的 這個是調動 如果奧斯爾 是這個 上半場 就出來做正選 那車路士一開波 就會夠體能 去壓迫 一壓迫 就會成功 針對到 奧斯爾的這個弱點 而且 阿仙奧斯爾帶著 奧斯爾 就會打得 不夠重金屬 迫不了出去 反而更壞 所以 奧斯爾 只能夠 今場 後備上陣 下半場 才上陣 絕對 要先列後備 不過 問題就是 始終 奧斯爾 奧斯爾 進來 只剩下45分鐘 主攻 再加上 奧斯爾 最近疏於戰陣狀態 都不知道是怎樣的 存在不確定性 但是這個 已經是沒有辦法 當中的辦法 阿仙奧這一邊 現在就視乎 愛美麗 究竟想不想到 這個奇招呢 或者究竟 他肯不肯用這個奇招 因為就算他想到 這一招也好 他都未必肯用 跟奧斯爾 聽說 他們兩個有心病 真是細猜不到 原來 愛美麗 跟奧斯爾的關係 心病 是會直接間接 影響了 他們今季爭奪前四的機會 我們一於 拭目以待 看看今場的 賽事 阿仙奴 有沒有 奇招出現 而另外 大家的奇招 出的路 就是 點擊廣告 按廣告 彈廣告 播了廣告 這樣做 就可以令到 小弟有少少的收入 有個尊嚴 不能去生活下去 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 為大家出到片 最近顯示 大家有某部份的時間 有少少鬆懈 希望大家不要鬆懈 繼續堅持 堅持的話 就可以繼續幫小弟 有穩定的收入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手 另外 還記得要訂閱 還有 按鈴鐺 方便接收 小弟的新片通知 好啦 如果你是手機的朋友們 記得 片記下 有固定的廣告 字眼的地方 記得 就是按下去 彈廣告 視窗出來 那就能幫到手 電腦那裏 關掉一個檔廣告 關掉 會發現 電腦片裏面有 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 有些廣告 記得 要按下去 彈廣告視窗出來 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 電腦也好 YouTube 都 時不時在片 最前 或者最後 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 在廣告片裏面 找廣告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會 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 廣告連會 在廣告片右上角 那麼我們 明天 或者今晚 今晚 看英招 跟著 明天再有 到最後評載見 拜拜